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做到这种信息 能量和物质的有效传输 这次疫情非常充分的表现了中国的组织力量 我们每个省对口援助 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 包括全党全国的捐款 包括像火神山医院 它其实不是一个建筑工厂的问题 它体现的背后是一个完整高效的产业链 它被组织起来的一种状态等等这些 今天世界上确实没有那个国家能做到 因为中国社会它不是由各种利益集团构成的 它是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那么美国的联邦制它就这方面有所缺陷 比如联邦和州它在宪法和实际惯例里边都有这种权力划分 那么州的事务联邦不能直接插手 比如说发生灾害了这种类似的情况 联邦权力它也是迟迟不介入 其实它也有法律上的原因 各州有一些法律 它和联邦法律之间是有矛盾的 比如像加州曾经通过了一个法律 是州警不用配合联邦嫉妒行动 那就说白了 就是当联邦的FBI在旧金山的大街上开着车追毒犯的时候 这个州警是可以在旁边旁观 就在我们看来很奇葩的一些现象 另外美国的警察消防学区等等 它都基于什么 基于房产税来支撑的 所以它很大程度上它是服务于本地 服务于社区 所以一条街就会隔开两个世界 这边是平民区 那边是富人区 在很多这种搞联邦制的 或者地方分权的这种国家 都有这样的问题 比如像巴西 像西班牙 德国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中国的制度和组织肯定也做不到满分 就像我们人体的这种免疫系统 经过百万年的进化 但是每次遇到病毒 遇到细菌的时候 它仍然未必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 以这样一个精密的 经过几百万年进化的这样一个组织 它都做不到的事情 有时候确实我们也不应该去指望一个政治制度 或者是人类的社会组织能够轻松的做到 我们这个疫情初期和整个过程里边 确实出现过一些应对不当甚至错误 但是总体上我觉得显示了中国的制度 达到了目前人类所未有的这种组织高度 这种组织力量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党的组织 来自于群众路线 来自于依法治国 来自于我们不断这种优化调整的这种央地关系 调快关系 另外这次疫情对我们中国制度来讲 就像发了一次烧销锻炼了一下组织的机体 把一些问题给暴露出来 其实是个好事情 抵挡陈旧弊端完全可以坏事变好事 那么总体上我们看世界各国 凡是缺乏统一高效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国家 在疫情冲击之下 不少都已经陷入无序状态 甚至有些有崩溃的危险 因为这种以零散的选民为基础的这样一种制度 或者说以资本主义社会 这种以原子化的个人为基础的社会 它在日常状态下还可以运转 而且这种运转还是有利于资本经营统治的 但是一旦遇到非常状态 这种制度和社会 它是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和组织任性的 当然我们也不要低估 因为所有这些国家也都是在战争里边锻造过的 所以人类社会真的生存危机到来的时候 它都会激发出强大的反应能力 所以包括西方国家这是一样的 我也希望这些国家 它的制度 它的人民能够尽快的提升自己的这种组织 这个程度 能够对疫情进行有效的抵抗 这次疫情对人类政治观念 会带来一些非常根本性的冲击 包括有学者就在讲说西方二战后的 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神话将要破产 那么这种破产 其实可能在国家的能力和组织上 只是一个比较低的层面 更高的层面上 它破产的是它的政治的价值观和正义 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是有目的的 比如对于我们中国 我们的正义观和价值观 就是社会主义和我们历史传统中的人本主义 所以我们这次疫情里边 大家看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公共视野 显示了它的这种重要性和生命力 那么这种公立医院 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发挥的这种作用 对我们下一步的医疗卫生改革 是一个很重要的警醒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过度的市场化 对这些公共视野带来 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 美国就暴露的非常明显了 比如像很多上万的志愿者登记 要去援助纽约 但最后只有极少的人去 包括在我们香港 也发生了一些医护人员罢工这种现象 中国在抗疫里边表现出了一个重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的社会资本 这个社会资本就是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制度 它在遇到危机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拿来用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疫情里边 我们要做的是尽力的去挽救每一个人 虽然在专业领域 在媒体上确实有一些人在批评 你中国是不是过度反应了 甚至有人说病毒 它有自然规律 死点人就过去了 从科学上讲 从技术上 我们不能说这种观点完全是错的 作为一个技术性选项可以讨论 但是我个人认为在政治伦理上 这是不可接受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治现代文明于何地 难道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千年 最后就是为了一夜回到公元前 所以这种说法 这种观点 包括所谓的像集体免疫 它不符合中国的文化 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讲的是人民本位 所以在抗议里边 在湖北 比如我们讲宁可床等人 不让人等床 另外特朗普总统说 美国可以接受像10到20万人这样的死亡 大家想一下 放到中国 那就是40万到80万人 相当于一场大型战争 我们确实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一种选项 我们过去一向有一种观念 就认为 个人主义的社会 不是应该更重视个人的价值吗 我们过去看到的电影 比如像美国的拯救大兵瑞恩 为了一个士兵可以不惜代价 但是这次疫情赤裸裸的表现出来 为了企业的利益 为了股市 为了资本的利益 可以牺牲很多东西 甚至牺牲很多老年人 穷人 有色人种 他们的生命 包括美国不少的政治和媒体精英 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都跳出来说 没有必要搞全国检测 没有必要治疗 自然选择 优胜劣汰 包括像CNBC的主持人就明讲 说不能为了这些老年人 这些高危人群 再牺牲我们的经济和股市了 去年我在网上有一个演讲 讲流浪地球里的政治问题 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问题 遇到危机的时候 谁有权利去活 谁要去死 电影里边 有些情节很有意思 到绝望的时候 那个小姑娘叫韩朵朵 她在最后一次 对各国的救援队进行广播的时候 印度人干脆关掉了电台 听天由命 日本人说我想吃白米饭 然后就自杀了 美国人开着车往家跑 只有中国人在逆行 虽然它只是一个电影 一个科幻故事 但是你对照今天面对疫情的这种态度 多多少少我觉得还真是有点类似 在西方的哲学里边 个人自由 人权 这样的东西 它都是有非常明白的阶级属性的 在没有挑战 没有危机的时候 我们大家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人 但是一旦遇到危机 遇到选择 你会发现所有的权利 自由 背后都是有标价的 是按照地位和财富来划分等级的 所以人的生命绝对不是平等的 就像这个科幻电影2012里边 英国女王的狗都可以上传 那么现实版我们可以看到瑞典 刚开始说学校不用关闭 结果瑞典的小公主一生病 马上就关闭 对吧 典型的这种例子 那么包括像特朗普总统在记者采访的时候 记者问他说 为什么那些有钱的富人就可以得到检测 是不是他们享有特权 总统怎么回答呢 说这就是生活 所以这个回答也很有意思 看这个西方群体免疫的新闻啊 我经常会就是脑子里会闪过我们的一句话 就是礼迹礼运大同偏离的一句话 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等等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是牢有所忠壮有所用又有所长 观寡孤独废极者皆有所养 那么大家拿最后这句话 观寡孤独废极皆有所养 你来对比一下疫情冲击之下的西方社会 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到 显然不是我们的老祖先 所追求的那个大同世界